那刚才咱们说的是关于seller这个基准使用方法 那说完这一点的话 咱们再来去想一下 那你说最终的juggle这边或者flux这边跟seller那边 它能不能运行在两台机上面去 完全可以运行在两台机上吧 只要这两台机器都能够访问到同一个broker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相当于它实际上可以有三台机器的 左边你跑juggle的或者跑flux 然后呢中间brokerredis会有一台 右边的worker 你可能只要这个worker能从关系当中 这两个人能从同一个redis里面读就可以了 所以呢worker也完全可以是另外的一台机上面去做 而且真正在去线上运行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也是把seller会单独的往到一台机里面去跑 所以这点是需要清楚的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再次说 说一点什么问题呢 咱们来看一下 当前的关于seller的话使用方式呢 最简单的话 你是按照一个文件里面进行定义 它呢也可以按照目录的一个工程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那我们现在呢就拿这个工程的方式来给大家去定义一下 咱们去进行定义呢 比如说我现在呢还是放到了task这种以来 我现在在给大家进行演示的时候呢 就是相当于一份代码我两次复用了 就相当于我不会再把这个代码再给这个seller再抽出一份 咱们就直接在这每个直接去写了 那怎么去让它进行相对应的复用呢 咱们来看一眼 要做的话就相当于 我和好了 还可以去创建一个目录 然后呢紧接着在这个目录当中呢 我可以去创建一个对应的启动文件 比如说这个启动文件的话 就作为我最终启动文件 比如把它叫做man 然后你要去注意这个启动文件的话 你也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 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你也可以给这个启动文件呢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换成seller 如果你给它换成seller 同名的话 那seller默认 你在这个启动的时候呢 你只要到哪呢 只要只到了task包名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到这个task包名当中 去找seller这个东西 作为其他文件 所以这是关键案件 你如果说是想直接启动的时候呢 直接省事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里面 请文件就叫做seller.py 但是如果你把它叫做seller.py之后 就比如说 我把它叫seller.py之后 那我在这里面再去导入的时候 plus fromseller 然后呢去导入seller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相当于会没有代码提示了 原因是在于 你现在的这个模块seller名字 是不是跟最终安装的seller的同名了呀 只会这样一点 所以呢 你就不再把它起到这个名字了 给它换一下 比如说我把它就叫做man.py 然后呢 咱们在这边去使用了 man.py 然后呢把它打开一下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们还是先去创建一个app的项 app等于seller 然后呢去创建 那创建的话 咱们来看去指名一下 这里面的第一个还是还是名字 比如说把它叫做i-home 然后呢第二个参数比如说broker 我给他去指名一下radius 然后呢 慢号 双斜线 比如说127.0.0.1 然后呢是6379 比如说还使用三的试句库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再去说一下 那你如果说还要去想指名backend的话 那你在这边直接去指名backend就可以了 指名一下backend是多少呢 那backend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把它叫做radius去做 所以呢 那也是radius对应的慢号 双斜线 127.0.0.1 然后对应的6379 因为是存结果的 那我就可以选择另外的一个库 跟之前的broker选择不同一个库 所以比如说给他选择的是4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实际上这种配置的话 我们已经给他做出目录结构了 所以呢 这种配置你还可以给他单出来 单独的去放的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的话 比如说给他再叫一个文件 叫做config 你就做到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脚本文件就可以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你在这个文件当中呢 仅仅就定义配置参数就可以了 你回过来 就完全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通通的配置参数 放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来 那么在今天放到配置文件当中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给他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在课件当中也是有项对应的 在项目当中去使用的话 那你在那配置文件当中取的时候呢 就要按照大写的方式了 而且说在这边要去指明一个完整的名字 来进行操作 那比如说我在这边就放到这 放到这的话 然后呢对应的是broker的url 然后放这边直接去写 比如说就刚才咱们对应的 这个地方我就给他拿过来 拿过来 放到这 然后呢 还要如果去指明一个backend的话 那就直接指明一个salary resultbackend 给他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的话 也是指明相对应的backend的 我放这边去改一下 应该是这个 这次相当于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你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不用去写了 就相当于你把下车也当作一个工程来进行对待 你只要去说 创建APP 然后呢 APP当中的话 有一个叫做config brom object 这跟flask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找过来了 那找过来的时候呢 这里面咱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相对应的名字了 什么相对应的名字呢 比如说在让它去使用的时候呢 从哪找呢 从iPhone里面的task里面的config当中去找 那咱们就可以去指明iPhone 就相当于你一方面是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去导的 从让iPhone里面的task 从iPhone task里面的config 比如说就导入config 然后config 然后你把config放到这 直接把那个模块文件放过来 就是可以了 另外一方面呢 你如果想手势的话 这里面呢 也可以不直接这么去写 那怎么去写呢 就相当于我还可以直接app.config config config 直接传名字 这个名字的话 你就按照包名去写 那还是从启动的地方 iPhone当中 iPhone里面的task s里面的config 直接写这个东西 那它会自己按照你所指明的名字呢 去把那个模块给导进来 所以呢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也是相对应的 是可以这样做的 你两种方法都可以 这是关于它的一个设置 这里面设置完成之后的话 就相当于启动有了 配置也有了 那如果定义任务呢 你定义任务的时候呢 如果按照工程来说 是不是相当于可能会有好多个任务 对吧 那你可以把每个任务都单独的做成一个目录 那好了 就把它定为模块的方式 比如说现在呢 有一个发动软信的 那么把它就叫做sms的这么一个模块 放到这之后的话 这个小模块里面呢 你可以去把你所有要东西都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怎么去做呢 通常在这里面小模块当中的一个文件 我们习惯性会把它定义为什么东西呢 就定义为叫做tasks.py 就叫做tasks.py 应该是叫做tasks.py 应该是叫做tasks.py 是一个在lust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定义称这个名字有什么作用呢 有的作用就相当于当前的这个app是作为启动的东西 但是你发现这个app跟这个小的模块的东西 发现那些任务 那你在这里面去传的时候怎么去传呢 让salary 自动寻找任务 那他怎么寻找呢 你在这里面去传就可以了 你在去传的时候呢 紧紧去传到那个模块名就可以了 他会在这个模块里面认为tasks.py 是他的那个任务定义的内容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再去给他说呢 去传传i-home 里面的tsks里面的sms 传到这儿就好了 然后呢 他就会去这个模块里面找 他认为tas.py就是那东西 所以这个名字是固定的 按照这样方式做了 那接下来 你看一下 我给他传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列表了 意味着就说 你在这里面 是不是还可能会定义了 更多的相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东西啊 比如什么others啊 你给他放到这儿 放到这之后 你在这里再定义的话 那你为了让他去寻找 里面东西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对应的模块名 也放到这儿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这是现在 当前我们所说的 你定义了一个提供文件 还是定义配置文件 然后呢 你还把小的任务 放到一个小模块当中 这里面写完了 这里面写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怎么去做呢 那我回过出来 去改写一下调用就可以了 我就按照正常的调用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看了点漂亮的时候 还没有去写呀 task.py的话 整个代码是不是相同的呀 那我给你拿过来 代码是相同的 所以呢 我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的话 只不过是说 创建的这个salary对象 不用我自己再创建了吧 是不是有现成了呀 所以有现成的话 直接倒就行了 那它是在哪呢 它应该是在 iHome里面的 然后呢 应该是 iHome里面的吧 iHome里面的task 然后呢 它里面的 它里面的 然后呢 应该是man吧 对吧 是man里面是有app啊 可以通过它 这样方式给你找到 你就是说 相当于把谁找过来呢 把它在man当中 锁定的plus这个siberate 这个app 你把它找过来 好 里面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代码 还不用去写了 我最终要去 附用你的代码吧 我要附用同一份 所以这代码 还得给你放开 好 这是关系这样的 这个东西 显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在相对应的地方 进行调用了 我们在两个 在wifi口中进行使用了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稍稍去改一下 那怎么去改呢 我在这里面 除了这地方 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 另外定义吧 应该是在iHome里面的 Task 然后呢 我们在定义的是 iHomeTask里面的sms 这里面是定义了 一个Task点 定义了它吧 在这里面定义的函数嘛 所以现在呢 我们去换一下 比如说取决的时候呢 不再去使用它了 我现在是使用目录的东西 所以在目录里面的话 怎么来的呢 应该是在Task里面 是不是定义的这函数了 所以拿过来 好 咱们现在呢 再让程序的重新去取决一下 我现在呢 还是相当于是附用同一份代码 这里面相当于是有的 所以呢 Celary -a 然后呢 应该是iHome里面的Task 应该是iHome里面的Task s Task 然后最后的sms 点 应该是里面的MEN吧 应该是MEN是作为启动的吧 所以把它拿过来 它是作为启动的 放到这 然后呢 应该指名Worker -l 然后呢 info 级别 所以你看完之后的话 你要去注意 如果你有成功的话 这里面是有任务的 有些时候的话 你找包不正确的话 这里面正常能启动出来 但是这里面没有任务 那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启动出来之后 一定要看一下 我们所给它定义的任务 有没有成功的放到这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 transport跟result 按照我最新的了 三个四都有的吧 然后在这边 我也可以去启动一下python 然后呢 manage run server run server 启动 启动之后呢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眼 咱们比如说 再让它发送一个 4444123 12345678 然后对应的换一个 应该是cqaae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 回过头来 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也收到了任务了 对吧 收到了这个任务 然后是不是也直接完成了 所以这是按照目录的结构 去进行定义的 这是按照目录结构去定义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目录结构定完之后 我们实际上还想给大家去说一下 如果有结果呢 对吧 是不是有结果呢 所以咱们怎么看呢 比如说当前的这个地方 我就给你定义为有结果了 我把它定义为有结果的话 怎么去做呢 比如说这个里面 按照我们所说 这个send templates 这个东西 相当于咱们在去写的时候 应该是在labs当中 云通讯里面的SMS 这里面实际上是会有对应的结果了 发送成功是零 发送失败是不一样 对吧 那好了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就给你静下判断 它是有一个结果的 伪造的 比如说就在IT吧 返回值 然后呢 如果说 这里面它有返回值的话 咱们是直接把它的返回值返回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直接把它的返回值返回 直接把它的返回值返回 那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写得清楚一点 我把它的返回值返回之后呢 咱们让程序来去调用一下 还是先开取右边的salary 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 然后呢 我左边也去开起来运行 也去运行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再让这边发送一下 这应该是GCTL 等一下发送 然后呢 回过出来 看一下 右边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返回值啊 因为不成功 所以我返回的是P-1吧 所以是有这样的值的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我左边 客户端这边 如果想获取这个值的话 怎么去获取呢 看一下怎么去获取这样的值呢 我回过出来 在我调用的这个地方 这是我调用的地方吧 我专门找人来去接收的 比如说就把它叫做ISD Result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我们之前在左边看的时候 其中那个摄像表本的时候 大家看过了 它好像是个对象吧 对吧 所以你在这里面 可以怎么去看呢 比如说我去打印一下 Result Result SULT 然后呢 它的一个 这里面是有一个ID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返回的一个 这个执行结果对象 我现在写一下 返回的 是 逆步 执行 结果 对象 是这样的东西 这个逆步 直接有对象 然后这里面有它的编号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它的值 这个值的话 怎么怎么去做呢 一种方式说 你直接凭着这个编号ID 然后去哪呢 去你的backens这边 去刚才我们所配置的 这个backens里面 直接去找 凭这个编号 作为它的键 把值取来 这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种方式 怎么去做呢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如果你想要去获取的话 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还可以通过 Result 里面有一个get方法 通过这个get方法 也能够去拿取这个值 那这个get方法的话 通过get方法 能获取 Celerate 一步执行的结果 但是你要去做 怎么做的话 你现在比如说 你最终 不有一个返回置IT吗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进行判断 那这里面这个get方法 就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默认是阻塞行为 如果说你说 它是阻塞行为的话 你现在是不是又把它 又变为了 这种同步的方式了 就相当于是说 这个get方法 默认情况下 它会等 等谁呢 直到你的Seller这边 完成之后 它这边才能够拿到吃了 方法 默认是阻塞的行为 会等到 有了执行 结果之后 才返回 这是关系这样一点 那你怎么去做呢 在这get方法当中的话 你也可以添加参数 方法 也接收 参数 接收这个参数呢 就是timeout 接收这个超时时间 你可以完全说 让它过了这样的超时时间之后 如果还没达到 立即返回 超时时间 超过 超时时间 还拿不到 结果 则 返回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read 到这点get方法 你什么时候执行 这完全是由我们的调用的地方 自己才决定的 你觉得说 我已经把我要做的工作都做完了 我现在回过的时候 还想去关心一下 之前交会三个任务 有没有结果 那你在那个地方 就调用一下get方法 就可以了 所以呢什么时候调用 就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决定 这也是它进行异步 进行生产者跟消费者 结合之后的一个特点 你什么想要 只能你自己来去决定 我没有办法这么去做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就给它 做成这样的一种阻塞方式 然后呢 让大家去看一眼 这样的结果 比如说咱们就打印一下 IT的结果 然后呢 咱们让程序 这边开起来 然后呢 这边也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的话 往往呢 在这边 咱们再来去发送一个 应该是HCFZ 发送一下 然后呢 点击一下 你现在来去看一眼 当前的这个东西呢 对应的是那个编号 而这个-1 是不是它的返回值啊 你看一下 这边对应的 里边有这个编号 你看到吗 这个东西了吗 这个80DFA681 这个80DFA681 就是它的编号吧 是一次对应上的 然后呢 你看一下它的返回值 也是-1 我在左边 也能够收得到了 只不过说 我按照当前 这么去写的话 这样的一个异步 并没有达到的目的 又变成同步了 是这样的方式吧 因为我待会没一直 在等它的结果吗 对应上的结果